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的东部都下起了大雷雨 苗栗的大雷雨下到傍晚都没停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西南风今天虽然稍微减弱了 但是它持续带着大量的水汽送进台湾 所以今天大环境还是不太稳定 整体来说 今天也有下到短延时的强降雨 但是雨已经比昨天的剧烈降雨缓和很多 看到了一大回复图 西南风持续在中南部带来降雨 而且上半天西南风的背风侧 东部这边温度有点高 台东的高温来到36度 在中午过后就因为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 在东部还有北部都长出了明显的对流 中午左右北部就有一点下雨了 接着新竹苗栗这边发展起来的对流包 顺着西南风往北移动 带来比较大的雨势 今天是雨量最大的 在台湾附近乡86.5毫米 新北三峡82毫米 还有花莲寿风72毫米 还好不是一直持续的大雨 一整天累积雨量最多 在桃园大溪 新北平溪 还有台南的晨溪 都快要来到100毫米 比昨天陆续缓和 米岸大环境水期会逐渐减少 看到降雨预测在中南部的雨势 会比较集中在清晨到上午 因为海陆风交汇的影响 会下阵雨或是雷雨 而且降雨会比较集中在沿海 不太会往内陆发展 其他地方上半天会有降雨空档 所以温度会比今天高个一两度 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在北部还有东部的山区会比较明显 下周一开始 新南风会稍微增强 水气又会逐渐增加 中南部的雨又会变多 看到是黄色的部分 雨池会比较明显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而其他地方一样 在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 整理周末天气 北部26到34度 上半天注意紫外线过量级 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 中波26到34度 注意沿海 在清晨到上午可能会有降雨机会 南部26到33度 一样在沿海 清晨到上午容易下雨 东部26到33度 东半部的山区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 周末巴罗密抓气象重点 周末降雨会趋缓 主要是清晨到上午 在中南部的沿海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其他地方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在北部还有东部的山区可能会比较大 出门都要带伞 没下雨的时候又要防晒了 大多数的地方 明天紫外线都来到过量级 连续曝晒20分钟就会造成伤害 要做好保护 还有今天晚上在西东北海岸 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又有长浪发生的机会 到海边还是要多加小心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